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876集 第一根钉子封住心脏 阻断气血运输 第二根钉子刺入百慧穴 封闭天门 阻断气韵交感 许七安的气血和气急同时阻断 一身修为被封 最致命的是 这些刻满佛文的金色钉子 似乎对神书有特殊伤害 两根钉子入体 神书便没了声息 它被封印了 毫无征兆 不管是许七安还是神书 面对白衣术室的偷袭 两人都没有收到危险预警 虽然重伤在身 各方面状态下滑 对于他们现在的修为来说 这简直荒谬 但是白衣术室就是做到了 白衣术室指尖夹着剩下的七根钉子 没有急着动手 而是望向了观星楼方向 望向了八卦台上的萨伦阿谷和奸政 白衣术室轻笑一声 佛门的无色珠确实好用 没有它 我还真没把握无声无息地传送到你面前 不被你和魔僧发现 为了对付它 佛门下了血本呢 他的掌心里是一颗化作鸡粉的佛珠 他 他是初代奸政 萨伦阿谷也在京城 加上当代奸政 祖孙三代就齐了 许清安的一颗心缓缓地沉了下去 所有的馈赠都在暗中标注好了价格 现在收债的人来了 两枚钉子入体 气血组织 气机凝固 手脚难以动弹 除了还能思考 他什么都做不了 许清安眼球不停转动 只见观星楼顶 原本已经散去的天空 忽然阴云密布 一道道粗壮的闪电 披下 一道道清光肆虐纵横 白衣术士收回目光 看一眼许其安 京城是他的地盘 但萨伦阿谷好歹活了数千年 底蕴深厚 竭尽全力的话 挡住他不难 洛玉衡那边有地宗道手拦着 这位白衣术士面孔模糊 仿佛打了一层马赛克 让许清安无法看清他的真容 但是听语气 悠闲 平静 透着一切尽在掌控的底气 许清安心里狂呼 郑国剑快救我 郑国剑嗡嗡震动 透出无穷剑意 但是白衣术士随手一抹 黄铜剑便安静下来 郑国剑被短暂封印 绝世神兵受六百年气运洗礼 对普通体系的高品来说 这是大杀器 但对把弄气运 擅长练气和阵法的术士 毫无威胁 白衣术士语气平静 说着 他又从许清安手里接过如胜磕刀 磕刀震颤 秦光从他指尖一散 却不能伤他分毫 不多时 儒胜磕刀也平静下来 短暂的封印 这磕刀啊 还是得在儒家手里 才能发挥他真正的威力 不然任何绝世神兵 没有主人的加持 就如同浮水流平 无法一直使用 每次耗尽力量 便需瘟养一阵子 这是术士才懂的小知识 你多学学 他不急不徐地说着 说得许清安脸色发白 内心焦虑万分 咻的一声 这时 无匹的刀光逆空而起 斩向了白衣术士 他顺手一捞 把太平刀握在手里 略有失望的摇头 神兵一旦择主 便只认主人 对旁人来说 用处就不大了 白衣术士掌心 清光亮起 层层加持在太平刀上 很快 明产的刀身安稳下来 太平刀也被封印了 随手一丢 太平刀落在坍塌城 废墟的城门口 钉在地上 还有什么手段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要带你走了 白衣术士说道 这时候 许清安发现 自己可以说话了 他试探道 我身上的气血 是你曾的 白衣术士不答 单手按住他的肩膀 身形一闪 传颂离开 许清安眼前一花 景物模糊 下一秒 他发现自己身处郊外 左边是连绵的荒田 右边小湖 远处山巒如炬 这是哪儿 术士的传颂 半点不讲道理 他不知道自己 现在身处何处 此地禁止传颂 唇后低沉的声音里 一道人影在前方凸显出来 头戴亚圣如冠 身穿旧如衫 原本疏于打扮的头发 现在规规矩矩地 竖在如冠里 院长招手 禁止肢体接触 他语气平静 但说出去的话 蕴含着让人无法抗拒的法则 一道清光强行分开了白衣术士和许清安 靠着亚圣如管 招手把自身位格强行提升到二品 分开白衣术士后 他袖子一挥 退去一百里 面容模糊的白衣术士当即消失不见 得救了 不是说好不能传送吗 如下果然是大流氓啊 许清安如实重负 险些扑到赵手怀里喊爸爸 但是下一刻 许清安看见白衣术士出现在自己的身侧笑道 没错 你身上的气韵 是我植入你体内的 目的是瞒过坚政 许清安愣了一下 你 你怎么回来的 白衣术士笑了 走回来的 说话间 许清安脚下亮起一道八卦阵 白衣术士脚下恰好是踩着封门 许清安茫然的看着他 心再次沉了下去 招手面不改色 悠然说道 画地为牢 一道清光从天而降 将方圆数十里土地笼罩 与外界彻底隔绝 牢笼中是一个世界 牢笼外是另一个世界 他在拖延时间等待坚政的到来 白衣术士笑道 那就陪你玩玩 他一脚踏下 一道道阵门凭空而生 将招手笼罩在内 这些阵法各不相同 有胶直雷光的 有萌萌雾气缭绕的 有锐气纵横的 有火焰熊熊的 却又完美的融合成一个阵法 他们同时出现在 招手脚下 合力绞杀 招手头顶的乳管降下清光 豪然之气护体 他抬起手指 在虚空刻画一道佛文 佛文融入他的身体 傻时间一点金漆绽放 金刚神功护持 浩然之气和金刚神功将他护得严严实实 对于儒家高品强者来说 只要我见过我就能白嫖 这一波 招手白嫖的是许清安的 金刚不败 接着 招手模仿白衣术士一脚踏下 层层阵纹自他身下诞生 迅速扩散 要把白衣术士囊括在内 但是 白衣术士仅是挥朽 便将招手施展出的阵法扫荡一空 以阵法对付术士 怎么可能起效呢 白衣术士有条不紊的摘下腰间香囊 啥时间一件件法器跟不要钱似的飞出 一架架火炮排列 一张张床弩落地 一把把法器火冲 军弩扶空 他们的转心 齐齐的瞄准照手 一件件削铁如泥的刀剑破空游走 此外 还有其他效果稀奇古怪的法器 比如做束缚之用的绳索 比如震慑元神的青铜镜 比如做封印之用的青铜大钟 真是花里胡哨啊 相比起来 武夫只能用粗笔来形容 目睹儒家高品和术士高品的战斗 许齐安油然而生感慨 在火炮昏明声中 白衣术士捏起一枚钉子 刺入许齐安的丹田 许齐安小腹剧痛冷汗淋漓 强忍着疼痛说道 为什么要把气韵给我 白衣术士没有回答 再次的捏起一枚钉子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